上周我们介绍到这个Google日历 我们都是介绍在手机 在电脑上怎么去Google日历新增一则记事 甚至有讲过日历的设定 或者是删除复制 或者是做一个重复的动作 或者甚至有要已经到邀请别人 比如说我们邀请一个人 它事实上它的日历就会出现了这件记事 现在我也请各位在手机版里面 的Play商店安装一个Google日历的东西 来我这边就Play商店 里面去安装Google日历 事实上跟各位讲 我们的手机上头 你可能多多少少看到有这个日历 当然各位的图案可能会跟我不一样 每一支手机里面预设好像都有个日历的感觉 不过手机预设的日历 绝大多数都会跟后面的Google日历做绑起来 OK所以事实上你存取的这边东西 你可以看像我这边出现的这些字样 都其实都是我Google日历写的东西 所以它都有 它都有 但是有少数 等于说少数的几个手机 Android手机 它是没有同步的 没有跟Google日历同步 我觉得那是有点危险 因为当你的手机如果不见了 哇那你记得日历都不见了 那另外呢iPhone手机 iPhone手机我也建议各位 一定要关注Google日历 因为我们既然手机上有绑局面的账号 所以你今天常常我们做的日历 到时候会同步到你手机上来 OK你手机可以随时看 甚至手机上面所新增的这些日历的东西 也会同步到云端上走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大多数的同学可能都已经安装好Google日历了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个31字样的这个日历 这个日历呢 其实它后来这个算是比较新版的 如果各位看的画面 或者是看这个左上角的三条线 里面 如果这个字样没有像我这里的这样子 代表有可能你的日历还是旧版的 所以你等下再确认一下在Play商店 你的日历有没有在安装的旁边 有没有更新的字样 要确认一下 有更新请更新一下 好 然后呢 这个新版的 其实我还蛮喜欢用新版的 好 为什么呢 新版它有一个叫做时间轴的观念 这个是时间轴 而且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字感觉比较大 其实呢 如果各位看习惯 那种一个月的 没关系也可以切回来 三条杠里面 选月 你就可以看到过去我们一般手机预设的 安装的这个手机里面 它是不是就呈现这样 但是你看这个上面的字好小 OK 很小 当然你可以一看之下 你可以知道哪几天没有安排事情 你可以知道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时间表 用时间表的方式 有几个好处 你看第一个是字大 第二个呢 当如果你那一天没有安排事情 那个日期就不会出来 有没有 15号 我这边就直接跳19号 16 17 18到哪里去了 如果有临时要增加事情 就直接按加 去按16号的增加就好了 OK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看一个月 我这个月 我可以浏览一下 我这个月哪几天是有空的 那也没关系 你从这里 10月 这个上面这个月份点下去 各位有没有看到 底下有事情的 就是这一天有设定记事的 底下就会有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有点 诶 诶 这边乍看这样 16 17 18 我没有排事情 24号没有排事情 OK 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 因为 各位过去的那个日历 就算你真的要看这种 整个月份上面有文字的 可是那字太小 真的不适合看 顶多像这样子还不错 用一个点就知道当天有事情了 那否则呢 用这种时间表的方式 你也一样可以浏览事情 哪一天用什么事情浏览 字又大又清楚 OK 好 那这边我们就来讲一个 增加一件事情 比如说呢 15 19 那我想在16号增加事情 诶 我先这样子好了 我先针对15号增加事情 如果你想要增加 对15号增加事情 你可以第一个动作 把15号放在最上面 这时候按加 然后选活动 你看这边的日期 预设就在10月15号 OK 好 我再做一次 如果今天我想在19号 这个新增事情 你可以把19号推上来 然后再按加 活动 所以这边的时间就是10月19号 OK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16号怎么办呢 没关系 那就是这样子 加 活动 直接再去改 这里 改成16号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也可以是这样子 再来看一次 你现在只有15 19 对不对 另外上面的10月你点下去 我直接点16号 16号就蹦出来了 只是没事情 放在最上面 这时候按加 活动 就是16号 可以吗 好 所以假设我要针对16号加事情 第一个标题 你可以打一个标题 比如说这个标题就是说 好 这是 比如说 要到 中山社大 要到 当然有时候 这样子打字好慢 也可以直接用 好吗 输入法 里面有一个麦克风 可以直接用 点进去的 要到中山社大上课 有没有 字就出来了 字都打完了 OK 好 字打完了之后 不过底下的字为什么没出现呢 应该照理说打完了之后 底下的画面要出现才对 诶 居然没出现 手机出问题了 我看一下 好 是 是 不过 这个是提示的一些字 地点 但是我重点我常常会用这个地点 来我重新来 为什么这个 突然没 来我再来 加 活动 直接这样子 我再试一次 看它字会不会不见 因为如果弄打的应该不会不见 我看一下 到 中山社大 上课 现在手机变得有点慢 哎呦 到 哎呦 多了一个字 我先把它打的 对 到中山社大 为什么打完了之后就 底下都空了 奇怪 我的手机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 这样子好了 我们先这样子 你可以在上面输入字之后 然后 有个日期 我先弄掉 就可能会比较轻 那个 重新来一次 你这边打完事情 首先先注意这个 先注意这个 活动 因为如果你的手机 有绑两个Gmail账号 你要确认 你到底要加到哪边的日历 你看哦 我这边有不同的日历 甚至这个 这边看起来的Email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Email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确认你到底是加到哪一个日历 好 因为未来我也会教各位 我们要建立一个公用的日历 或者你专门记一件事情 那个事情是专门的日历 OK 好 比如说你有去学跳舞 而且我这个跳舞的这个团体 你要负责安排很多活动 所以呢 你要建一个大家可以看的日历 然后给大家去加进去 以后你这边增加一件事情 对方有加入你的这些日历的人 他马上那些事情都会出现在 在他的日历当中 所以这个要先确定哦 请问你是加到哪一个日历当中 然后呢 几月几号 可以选 有没有 几月几号 然后呢 这边也可以选几点几分 但是几点几分 请先选开始时间 再改 结束时间 OK 因为如果你先改了结束时间 你再去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会 会跟着跳 因为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里 预设是 改一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改到 晚上11点 这样中间差三个钟头 OK 好 可是呢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 开始时间 改在12点 你看 底下的时间就跟着改 因为他要觉得你要控制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呢 你要改的时间 一定要从开始的时间先改 再改结尾的时间 那如果是全天的活动 你只要把全天打开来就好 OK 还有呢 你今天 这个地点 是在哪里 比如说我这个地点 是在中山社大 好 我选了中山社大 底下会出现几个相关的字眼的 相关地点的 如果你觉得是这个地点 我建议你去选 你不要只是打完 建议去选 因为选了有好处 选了他会出现一张图 你看 有一张地图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选 也没关系 选了图有选了图的好处 不选图有不选图的好处 来 我等一下讲完再说 然后呢 这个提醒 时间到了 他会给你提醒 你可以选 好 30分钟前 还是一天前 这个选了之后 跟这个电子邮件发出提醒 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在手机上直接会跑 在手机上的某个地方 会跑出说你今天有活动 OK 另外一个是发Email 你会收到通知 而且还有制定 制定可以选 自己随便打一个数字 有几分钟前 几小时前 几天前几周前 然后一样 后面有两种提醒 以通知提醒 还是以电子邮件提醒 OK 然后呢 后面也是 要不要邀请其他使用者 这个活动有没有要找其他人一起进来 然后颜色可以改 你可以换 比如说 这样就换红色 有没有 好 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后面有机会再说 你看我这边都新增完了之后 我按储存 你就看 这个地方 它呈现一个地图 那个红色只在底下下面 一条线一条 红色的 可是有时候有些人觉得有地图不错 就像这有照片不错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是 这样子我看不出它的重要性 我认为我设红色就是最重要 所以我希望它整块就用红色的 可以一下子让我知道它很重要 那 来 我再重新进去编辑 点进去之后按笔 我干脆就把这个 这个字重打一下 地点重打 我重打中山射大 打完 诶 对不起 重来一次 中山射大 打完之后我也不要选底下 直接按勾勾 它就这样子 没有地图 没有照片 按儲存 它起码就形成一个色块的形式 至少这样一个色块的形式 所以各位自己判断 你要不要加 就是 打了地点之后 选下面的地点 你自己斟酌 OK 好 各位先试一下 用手机 设定这些 就是新增一件事情 好 试试看 好 好 好